2013年,河北邯郸一家医院里,一位小男孩来到医院治疗感冒,却没想到男孩在输液过程中不幸离世,男孩家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愤怒地想要找医生讨要说法,却发现医生直接从三楼坠亡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沈光七岁的孩子沈志毅突然发烧得特别严重,一连过了好几天还没有好转的迹象。 沈光夫妇看到孩子这个样子,简直吓坏了,夫妇俩赶快将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医院。 到了医院之后,他们将沈志毅的情况和医生简单地说了一下,接着就由马主任为孩子治疗。 但是当天马主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,就把病人移交给了王平主任。 本以为这只是一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,但是却没想到就是这一个改变彻底影响了孩子的一生。 小志毅被移交给王主任后,王主任检查了他的情况,就安慰家属说这个情况很常见,只要输一会儿夜就好了。 刚开始输夜的时候,一切正常,小志毅还很有精力,但是过了50分钟之后,小志毅突然开始说自己很不舒服。 沈光听到孩子这样说,急忙问他怎么了,借着一摸孩子的额头,竟然异常地滚烫。 沈光急忙叫来了护士,一辆体温竟然有38度。 此时沈光还发现孩子的心跳很不正常,显示了一分钟有167次。 沈光赶快把王主任叫来,急忙问他是怎么回事。 王平主任来了之后,看了看孩子的情况,给小志毅开了一针盐酸普罗帕铜,并且说没什么大事,只要打了这个针,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 盐酸普罗帕铜,别名又叫心律瓶,主要是针对心跳过速和早薄的药。 此时的沈光心中还是有些慌乱,他不知道这种药是否有效,却没想到当药刚输进去的时候,小志毅的反应更大了,一直在喊疼。 沈光连忙问沈志毅,到底是哪里疼,沈志毅摇了摇头说不知道,但还是一个劲的喊疼。 此时的沈光也觉得不对劲了,他赶快喊来了王平医生,询问解决办法,却没想到医生说这种真打进去的时候本身就会疼,让孩子多忍耐一下就可以了。 沈光看着孩子痛苦的样子,说要不然就先把夜给停了,但是王平医生坚持说没事。 直到后来,孩子的嘴唇慢慢变子了,王平医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,赶快将孩子送到了抢救室。 抢救室外的沈光焦急地等待着,一个多小时后,医生从抢救室出来,沈光急忙上前询问,却得到了一个惊天噩耗。 沈志亦因为抢救无效,已经丧失了生命特征。 此时的沈光只觉得天旋地转,自己只不过是想要带孩子来看个病,却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孩子出事的两个小时之后,主治医生王平竟然从三楼高的办公室一跃而下,也出现了严重的事故。 七岁男童咳嗽就医,输液过程中突然暴毙,两小时后,主治医生突然身亡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王平伤得很严重,头部和身体右侧直接着地,所以头部和身体内脏严重受损。 那么,王平的这场意外又是怎样造成的呢? 据王子凯透露,当天晚上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,但是王平却迟迟没有回来,王平的丈夫王子凯就给医院单位打了一个电话。 医院同事接通了这个电话,他告诉王子凯,王平在医院抢救病号。 过了一会儿,王平抢救完病号之后,又给丈夫王子凯打了一通电话,说自己不回来了。 此时的王子凯放下心来,却没想到,过了一会儿,妻子的同事打电话过来,说医院里有人闹事,让王子凯先过来看看。 挂断电话,王子凯飞快地往医院赶去。 刚到医院,王子凯就看到医院的楼道上围了好多人。 王子凯听到办公室里传来,打死他,让他偿命这样的话,他慌忙往办公室里面挤去,却始终被堵在门外。 他意识到,王平现在很危险,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是可以看出来,有些人的情绪很激动,已经丧失了理智。 正在这个时候,王子凯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,王平的办公室在三楼,此时王子凯内心更慌了,他想赶快找到一种方法,先把妻子给救出来。 他选择绕到办公楼的背面,也就是办公室窗边玻璃下方,这里有一大片的空地,也能更好地观察情况。 刚到大楼背面,就发现妻子从窗户上跳了下来,等他赶快冲过去的时候,妻子已经没有意识了。 在一位男医生的帮助下,妻子被送进了抢救室。 王子凯在抢救室外大声地喊着妻子的名字,并且让他一定要坚持住,孩子还在等他。 在抢救室外,王子凯一直默默地祈祷着妻子不要出事,为了让妻子能够早日醒过来,他还录了一段孩子的视频,让昏迷中的王平能听到早点醒过来。 但很可惜的是,在抢救了一天一夜之后,王平还是在凌晨两点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王平的离开,让家里所有人都病倒了,全家人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。 对于王平坠楼,王家人有自己的看法。 他们认为,如果不是沈家人过来闹事,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,沈家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王平是让人给逼死的。 据王子凯所说,当时发生了事故之后,王平也很难过,他正在医院写病例,突然沈家人冲过来,并且对他进行了辱骂和殴打。 之后院领导将沈家人叫过去谈话,接着王平准备先从办公室出去,但是却被阻止了,并且再次遭到了辱骂和殴打。 七岁男童因感冒治疗,输液中意外离世,家属找医生讨药说法,却没想到医生在两小时后跳楼身亡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接着,王平又被逼到了办公室里,他躲进了医院旁边的小壳间里,办公室内一片混乱,但是却没想到,紧接着王平就坠楼了。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,又有记者向沈家人询问,他们却说发生过争吵,但并没有动手,因为用药的问题,两家人还去院领导面前对质,但却并没有说出来个结果,接着他们去商量解决的办法,也没有谈拢,之后,沈家人决定先去安排孩子的后事,其他的再说。 却没想到,就在这时,听到了坠楼的消息,沈家人断定,他们根本不知道王平为什么会坠楼,但是他们根本就没动手,最有可能的就是王平往外爬了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在王平坠楼的现场,发现了一床凌乱的被单。 原来当时王平想要逃跑,甩下一床被单,想要从窗户直接翻出去,才导致了这种意外的发生。 难道王平真的是因为害怕,想要提前逃走吗? 当王家人听到沈家人说的话之后,简直气得蹊跷生烟,他们认为王平的死跟沈家人脱不了关系。 如果不是沈家人一直辱骂殴打王平,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? 不管怎样,还是需要用事实来说话,两家人接着请法医对王平的尸体进行鉴定,结果显示,王平去世并非是外力所为, 这也就表明,王平跳楼的事项并非是人为的,而是由于自身导致的结果。 但是检测报告上同时说明了,在办公室里,沈家人曾对王平进行了辱骂和殴打。 至此,整件事情已经基本明了了,王平在办公室里遭受了辱骂和殴打,之后躲进了办公室的小隔间里, 后因为害怕想要逃跑,才造成了悲剧的发生。 王平想要逃跑是人之常情,毕竟在那样的环境下,人内心的恐惧占了上风,所以干出了铤而走险的事情。 但同时,沈光在给孩子治病的时候,并没有说明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,这也就造成了后来的隐患。 在这件事情上,可以说双方都有责任,沈光没有将孩子的真实情况告知,而医生在察觉不对情况之后,也没有对孩子做进一步的检查, 如此才造成了双方之间的信息差,也就造成了之后的悲剧。 希望以后患者和医生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